大家好 很高兴为您解释一下埃及 神话的来历和一些基本知识 埃及神话是古埃及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涉及到许多不同的神奇传说和仪式 这些神话主要起源于古埃及 早期的宗教信仰和习俗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 最终形成了一套复杂而精密的神话体系 在这个神话中最重要的神奇是太阳神 拉·罗 他被认为是所有神奇的创造者和掌管者 其他重要的神奇包括天空女神鲁特、纳特 死亡之神安普、奥努贝斯智慧之神赛特 赛特以及母性之神伊西斯·埃西斯等等 埃及神话中还有一些著名的传说 比如欧西里斯·奥塞拉斯和伊西斯的故事 普鲁斯·奥瑞斯与赛特的战斗等等 这些传说描绘了神奇之间的斗争 人类与神明之间的关系 以及死亡和重生等主题 除了传说之外 埃及神话中还有一些仪式和庆典 比如卡尔纳克祭坛上的节日 帕尔梅拉基斯的仪式等等 这些仪式通常涉及到神奇的崇拜 祷告和献祭等活动 总之 埃及神话是一个非常 复杂和精密的文化体系 它反映了古埃及人民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 对于了解古埃及文化和历史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影片最后还请大家点赞订阅追踪和分享 点击频道里面还有别的解说 带你认识全世界 谢谢大家